今天就是讲那个第十四章 最后一章 然后因为这个是第十四周年 就是就是编的 那么这个是致因极乐 其中就是第一个节 也就是说八十一节的话呢 极乐世界的功德 所谓的极乐世界并不像人间一样 受这个身体上的痛苦 心理上的原尊回顾 甚至连痛苦的名字也在哪里就是听不到的 人世间的话 一会儿身体痛苦 一会儿心理痛苦 一会儿就是可能各种各样的痛苦的名声 就是今天是地水火风 天灾人火 就是各种各样的 包括有几个人居住在一起的 哎呦 我心很痛 我身体很痛 我痛很痛 哎呦 我好痛苦啊 等等 就是这样子都 但极乐世界的话呢 你连这些名称都是没有的 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不可能就是 在土生到轮回当中 那么极乐世界呢 就是很容易就是往生 就是我们就是 不管是谁的话呢 就是很容易这个往生 那么除了造这个四法罪和五无间罪的人以外呢 如果这个发愿往生极乐的话呢 都能往生 因此呢 就是没有像极乐世界那样就是幸福和快乐的地方 就是我们过一段时间的话呢 大家也是共修这个往生法 就是念那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极乐愿文也好 大家呢 就是可能会修这个法 包括就是念阿弥陀佛的信咒啊 就是这些 那么这些的话呢 如果实在是自己也不愿意快乐的话呢 那铃铛别论 但是如果真的 我们这个众生啊 就如果在这方面就是自己就是想获得 生生世世的快乐的话呢 确实是这个荒洋往生极乐世界是很重要的 我们人当中 可能是有些是业力非常深重 好像无所谓吧 就是就无所谓吧 就是有这种感受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也没办法 然后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请不要意味地造这个杀生当罪业 否则呢 就是就会转生到地狱 地狱的痛苦就是完全超出了 呃 实时表达的这个范围 依靠我们现在的这个身心窟窿 只是一种比喻来这个推测啊 也就是说 极乐世界的安乐和三恶趣的痛苦呢 随着没办法一无一失的 说得清清楚楚的 因为极乐世界太安乐了 可能我们的任何一个快乐 没办法啊 我今天吃得很好 今天看节目很好 今天身体特别好 这种这个快乐的话呢 也没办法就是像极乐世界就是比喻 然后我们的这种三恶趣的这种痛苦的话呢 就是我们人间的这种痛苦呢 就是也没办法就是比喻 就是只是推测而已 甚至在心里浮现出来也是很难困难 因此呢 就是如今我们获得了下满人生 遇到了具象的善知识 然后进入了这个甚深的法门以后呢 应该这个此时此刻的 每个人呢 就是发个善愿 就是经常就是 就应该这个发个善愿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 但我们有些众生呢 就是真的前世的业力太太重了 就是发二愿很容易的 发善愿就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就这个大家也应该清楚的 就这是 我看一下 就是这是八十一节 然后八十二节 就是王生净土以了心结为主 王生极乐世界的注音呢 就是降文大乘法 就是他这里没有说是见解的因 或者说是他的一种怨怨 没有说 他主要的因呢 就是我们这个 有些讲大乘佛法的话 那这个是王生极乐世界很容易 然后如果就是自己听闻大乘佛法的话 这个也是王生极乐很容易 所以这样说的话 我们在座的人应该是 应该是好像有一点希望 就是 虽然我们不一定是非常入法的 但是呢 就是确实是我们在这里 比较而言吧 就是当今时代比较而言的话 可能我们应该算是 是就是很多人都讲了多少堂课 听了多少堂课 就是有些都是白天一直听听听 所以这个晚上睡的时候 都是耳朵里面呜呜地发音 所以说 还是应该降文大乘佛法是我们 王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根本的愿 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很开心的 就是确实是我个人而言的话呢 这方面应该是 必较做的多 啊就是如果是开极乐法会是这个主要因的话 我可能没希望了 每次都是不知道有一种力量 就经常好像以前初期的时候经常去 但后来的话因为身体因为有一些法本 就一直想到像是像 但是就也比较越来越少了 可能不知道什么 但是如果讲文大乘佛法的话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因缘 同时怀之以自他善事所记的一切善根 愿所有与我结善缘恶缘的众生 都往生到清净极乐世界的这种发心 还要有这样的一个愿 将自己的善事的善根给他们回向 回向什么呢 愿所有凡是对我结上善缘的 结上恶缘的 甚至辱满我的 开始害我的 这些众生都要往生极乐世界 发了这样的这种心 然后关心西方极乐世界的刹土 就像我们观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十六个观帕 然后或者像乔梅仁波切的极乐缘文当中 所讲的一样 往生极乐世界的四个因 就是观清净的刹土 观阿弥陀佛 然后发愿 最后三根回向 这样的这种因很重要 一直到那里的阿弥陀佛和佛子 就像这个经里面讲的 诸法愿生 诸于意乐上 何则法 何缘 既得入手骨 我们一切法都是在因缘上 因缘都是在依靠这个意乐 那么你发什么愿 就是发什么心的话 也一定会是能成就的 你如果想变成一个魔王的话 你天天发这样的魔王的话 你也可以变成吃人的魔王 也是很容易的 你如果想往生极乐世界 利益众生的话 也能成实的 甚至我们世间当中的话 也是经常说梦想成真 我当一个义生的话 我一直奴隶的话 当一个义生也很容易的 我当一个坏人的话 我也奴隶的话 也是应该可以的 就是这个善缘和恶缘 都是可以成就的 如果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就一定能往生 因为主要取取于你的意乐 确实法王讲的这些法 还是很殊胜的 就是今天我们就是学这个 不凡和佛字心的话 我觉得是你们稍微 也许可能有一点心有变化的话 那就是也许会有吧 就是如果这个没有的话 我也确确实是没办法的 就是就是然后再也没办法了 如果你的心中有希求和渴望 就必须就是会实现的 就刚才我讲的一样 最重要的是 就是对善法要有意乐和心结 这是相当的关键 就是我们就是对善法方面 大多数的人真的可以 就是我也在像我们很多人都是已经坚持了多少年 而且每一次都是 不管是念说也好 发愿也好 听课也好 还是意乐很强烈的 就是自己还是尽心尽力了 就是实在实在如果就业力现前的话呢 也没办法就是因为我们只能只有这个能力就是所以呢 大家也是算是这个对我们经常呢就是改正就是不好的这个意乐 然后呢就是生起就是好的意乐 好的意乐什么呢 我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一定要我要念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这些遗规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机会 就是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没念的时候这个开极乐法会的时候 所以现在可能真正的这个政府同意是没办法的 但是我们自己念个这个四十万遍就是金刚萨多佛三十万遍阿弥陀佛行住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谁也不可能是把我们的罪封上就是 然后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就是车上面就是可以开 就是封上这个封条就是就可以的 我们的什么这个这些餐厅啊宾馆啊这些就是门可以封的 但是我们的罪就是肯定没办法封 那这样的话呢我在这个这个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跟这么多僧众一起就是发愿 就是今年一定要完成的话 那明年就是如果我不在世间的话呢应该能往生 那如果不能往生的话呢那诸佛菩萨也骗了我们也没办法 就是就我们也除此之外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意乐呢就是大家要有一种强烈的意乐 就是这个很重要还无所谓的怎么样也无所谓的 就这种想法是可能烦恼性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 那么重要的对三法的这个意乐很关键 在这个开极乐法会时就是方王者成年是给我们很多的 一些因缘就是就就就就讲的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这个寻找呢就是到底就是能不能往生这样的怀疑 就怀疑自己的话呢这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最好不要 不是有怀疑而往生发愿的话呢就是就虽然能往生 但是呢在五百年当中就是灌在这个年华宫当中 就是一直这个有些人以前说过没事的 反正是只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即便是这个年华里面的话呢 那肯定超越我们的人间就是我可以宁可就是以怀疑来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不愿意待在这个苏佛斯基也有这样说过 但确实大家还是尽量的尤其是我们那个就是 呃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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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啊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侵徒教言就是这个里面就是法王呃就是用了很多的辩论的方式来 学了以后的话好像确实能往生养的感觉就是这个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好今天就是讲到这里 一个法王的照片就是他上面有那个不哭 就是不哭的话呢他就往外面看就是他有个特点 经常法王没有那个外面门位啊或者是没有啊 啊护法的话呢就是他就很注意的看就是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他的这种表情 然后在上面那个是法王员吉以后当时好像那个单子活活发的 就是有些是说是他就是里面有些像是他画的 有些是我们就下面就是有四种笛子上去的话呢里面有一个好像说是当时听说是那个灵灰比丘里的像也在放在里面 就是电脑上处理的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就这个画这个 这个王神极乐世界的这个像画的很好你看那个云光的下面呢就是一直落到这个法王如意宝的住房里面就是当时的大经堂是这样的 嗯现在我们说强烈的信心意乐祈祷这个王神极乐 嗯那么你们要时时刻刻用心思维极为难得的下满人生已经得到 呃不禁获得了人生还遇到了清净的上师 光是遇到上师还不足够的上师正在尽口传说诸我魔作诸善奉行的真理这个应该当时是极乐法会的时候法王讲的 其实你们在家难以记不住很多的法理看看能不能理解其中的就是其中的几句啊 懂得了以后自己要实地修持就是可能发每个上师所讲的全部法也很困难但是每一次这个一堂课的话里面的重要的有部分的窍诀应该记上 当上师讲的很广的时候不需要还完全理解他所讲的全部内容 但你们应该就是仔细的思考对你自己有利的就是那个法我们上课听课也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法师他所讲的全部 如果我们末法时代的时候即兴有限也不一定但是有个别的一些词句呢自己也是记下来就是记在自己的日记本身啊 这样的话就日记一轮就是慢慢慢慢对此相续是有改变的 如果有人为具有虔诚信心的所有在家难女观想主要对境是什么呢 就是说祈祷自己和一切就是与自己有关的也就是说是以这个情有为主啊 结果这个善缘和恶缘的众生愿他们呢就是即生当中长寿无病然后这个希望呢就是就是啊就幸福美满 那么后来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平时发愿的时候呢跟自己就是结缘的所有结恶缘的和结出缘的这些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平时的一个修法 如果有人为自己一生的实修以及决定对自相续有利的法到底是什么呢啊就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都在修不同的法 到底真正对自己有利是什么呢 按照法王的教言来讲主要是祈祷阿弥陀佛这是最根本的每个人要发愿念一百万阿弥陀佛圣 啊绝不誓言一定要做若能如此的话这次全面大家心就是啊就是心神念阿弥陀佛圣好七百多一遍的神根就是你们一定要能得到就是可能当时一次发挥的就是大家的这种全面就是就终极起来都是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以后就是如果念的话呢就是可以就是融入这个当时的这个善根或者是现在也是很多人在全这个念阿弥陀佛嘛 这比你独自闭关就是诵经的善根功德要大得多那种善根可能会因为你因为一般我们自己的这种善根的话可能就是你的善根是因为没有回向啊颠倒回向啊 向别人炫耀或者生起嗔恨心等四种意乃就是容易毁坏灭境 但这次与上万僧众的善根就是全部就融在一起那就像是水地融入大海一样的在所有的善根当中善根没有穷尽之前呢你的善根也是不会单独穷尽的 所以这种行善呢不同于你个人独自诵经是不可思议的讲到这里 今天讲那个大家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是吧 那么这个是每年都有这样的一种发愿的机会 如果实在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也可能没有办法吧 但是我想是来到这里的话呢 一个是大家议和啊 就是应该是自己内心当中对空心方面有一些人士 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念不见心愿品 这是我们的一种传承当中 就应该比较特殊 所以其实藏地这个愿文都非常多 比如说弥勒愿文啊 比如菩萨心愿的愿文啊 极乐愿文啊 就是非常多的 但是所有的愿文当中呢 就包括这个就是什么 普贤愿文啊 就是普贤如来愿文啊 等等很多很多的 但是法王是最重视的 我们这个普贤心愿品的这个愿文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在座的各位的话 以后不可能长期多住在这个山谷里面 每个人都是应该回去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应该满赞而归 就是自己至少是啊 就是有一些窍诀 就是这种窍诀的话呢 不是你得到几个法本就被背下去 就是应该是自己从内心当中 就是对这些法就是产生 最好是有些比较深 有深度的感应 如果没有的话呢 自己也是就是有一种习惯性的这种感应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你到了你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呢 刚开始可能你一两天就是学一点法念一点 然后你自己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没有深入的这种求学的话呢 最后被这些身边的人呢 就是全部都已经吞没了 就是你自己就无法自理的话 这是很可怜的 你在这里学了那么多年 你看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 他出去求学呢 只有几年就回来一会 就是利益众生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有些人是这里就是很多很多年了 然后你回去的时候 还是跟这个原来上来的人差不多 就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在这里自己是可能相续当中 种下很多的善根 听了很多的圣神法师 对自己是有利 但对众生来讲呢 就是可能意义不大 所以我们行持大清佛法的人呢 就是每天我们在这里 大家也在这个讨论的时候呢 就是有时候很好的 就是大家也有一种当时的自己的疑惑也好 自己的这种发泄也好 就是很多都可以在有智慧的金刚导游年前 就是这样说的话 原来就是自己认为 自以为是的有些境界也好 自以为是的有些怀疑的话 那就是当下就可以摧毁 就是当上就分岁 分岁啊 就是有这个必要 所以我们在求学的时候呢 就是每个人都是要得到啊 就是我曾经在那种修学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普贤心愿品是我们的传承上师们是很重视的 哪怕是我有一两个人的话 我们每天都是劝他们念普贤心愿品 然后往生极乐世界呢 就是我们是很重视的 就是这个是每年都是大家要重视起来 如果有这样的信念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的上师如意宝 就是当时这么多年以来 给大家开创这个学院的这个目的也是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一个人就是信信呼呼的来到这里 然后呢就苦心的这个用意呢也是是这个 就是你应该到了这里以后 就是至少是有一种这个这种目标吧 就是将来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的智慧应该是能做的 外在的意义不好说的 如果有的话当然的话 没有的话也没办法 我们谁都没办法就没办法 但是如果自己没有做好准备的话 那只是怪自己的啊 就是自己在修学的时候 天天睡懒觉 天天聊天天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甚至可能就是经常就是搞破坏啊 就是我们有些里面就是真的是这个很 到最后发现是很遗憾的 就是不仅是好好修学 甚至有些人做的这种 虽然身穿出家衣服 但是还是有点后来听起来的事 这当然是一个可能百分之一都不到 就是千分之一左右 就是这个是正常现象的 怪的也肯定会有 但是我想大多数人呢 对法还是很亲近的 其实每个人来讲是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是经常这样的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这个为了学员不得不制定一些纪律 就是这个时候也不得不断定一些事情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每个人来讲的话呢 就是特别不容易啊 就是来到这里的话呢 就是确实学这样的法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呢 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这种想法 就是他接下来呢 就是讲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发菩提心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样呢 就是如宝门论当中说是终生皆无量与你比如是 终生皆是这个无量无偏的 如果我们要想利益他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功德呢 就是也是无量无偏的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不只是向着自己 而是带着愿铺天下一切有情 在今生命中是 而立即往生极乐 往生到不足无量光 就佛诸下的这样的义乐来念诵 我们念阿弥陀佛也好 念那个极乐愿文也好 念那个阿弥陀佛的心主的话呢 其实真正的发心是这样的 刚开始我们就像我昨天讲的一样 每个人都是向着自己而来的 修法也是为自己而修的 然后求法也是为自己而求的 但是你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最后知道是原来我要为自己而求的 这个其实是要为众生是最好的 就是这个慢慢慢慢教育是很重要的 就是真的这个教育的话呢 就是改变就是人类 改变就是我们整个世界 改变整个生活 所以很多人以前是不知道 就是很自私的 然后通过学习大乘佛法以后 知道是原来是这样的 我们是往生极乐世界 为你众生而往生极乐世界 我要闻思求心 也要为你众生而闻思求心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 普天下的这些众生灵动的时候呢 就是转生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的意念 那么为利益这个无量众生而行善的 功德呢 利益呢也是是非常这个巨大的 就是不可思议的 这是我们稍微调整这个心态而已 就是这样 我们回向的时候 今天的三个 回向给一切众生 愿所有的众生领活得了 然后我们听好的时候也这样 法院的时候也这样 如果不能长期的这样 但一天呢 至少是能观想几次 这个也是很重要 平时我们要经常思考的 无量光佛和 还有这个 亡生极乐世界的大愿 就是也是 怎么讲 就是 就思考的什么呢 就是要经常一念 这个 一念就是 这个无量光 还有呢 就是经常想那个 发这个 亡生极乐世界的愿 那么极乐世界呢 就是容易这个亡生 如果亡生的话呢 就是这啊 就是何处都不会比更 更大的功德 就任何其他的一些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没有那么 就是我们那个 极乐原文当中也是这样 讲的 百千居子那有的佛基 八十一一佛传 庄严功德何为一 朝处 朝神驻察罪无上 就祈祷王神极乐国 百千万的所有的这些 活刹的功德呢 全部集聚在这个 无量光的这个 这个极乐世界 所以呢 我们要这个希望 这个祈祷 就是旺盛极乐世界 呃 丧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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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 就是这样念了 就是以前那个 这个极乐原文的话呢 基本上是不认识字的人 都是全部会念的 就是所以就非常有加持的 强大仁波切的这个极乐原文 还有胡诸无量光在寅寅 就是菩萨 就是当法藏比丘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百千居子 哪有他自己好好的坐着呢 那就是同父的名字也是去不到 就这也是这个自己心理功夫 就没办法自己给自己说 我好痛苦 除此之然呢 那一般比如说 清修的人呢 痛苦的名字都听不到 但是这个是暂时的 就是不一定解决长远的 所以如果真的往生了极乐世界的话呢 那就是痛苦的这个名称也是 是听不到的 就阿弥陀佛的这个数量而言的话呢 也是在极乐原文后面不是讲的呢 就是必查阿弥陀佛证 诸无数皆不列坛 就是所谓的无数皆呢 就是使者无法用人间的记忆量来衡量 就是这个意思 到后面的话呢 他还是实现原计 然后观世音菩萨来 然后还有一句话呢 就是菩萨们从业自己的刹土 就是我们学现观状量的时候也知道 每个菩萨到后面的时候呢 就像这个建立自己的国土一样 就是要修这个清净的刹土 但是我们不需要修行刹土 因为护诸无量光佛在多生内界 就是二生期间中呢 已经积累资料尽求障碍 已经就是修成了这样的刹土 我们只是需要就像这个儿子呢 就是恢复父亲的家一样的 就直接去那里 享受各种各样的圆满的这种快乐 都可以了 就是这个意思 释迦牟尼佛和这个 互助无量光呢 就是在这个灵地求学期间的话呢 也多次就是身为 释迦牟尼佛是身为这个国王 就是这个阿弥陀佛呢 就是身为这个王子 或者说是阿弥陀佛成为国王 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为王子等等 他们呢就是二位是忠实在一起 因此呢就是凡是 如与释迦牟尼佛教法中的信任 如果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一定能往生极乐 他们是多生内界的王子 所以我们说过世界的人呢 就是祈祷的王 阿弥陀佛更为这个超过 啊你说释迦牟尼佛来的是吧 这里各个世界来得多 但是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好朋友 就是一定要给你 就是安排一个好的祝祝 所以你们都应该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全心全意的自尊 阿弥陀佛的这个命号 或者是信祝啊 就是我们今年的话呢 就是如果是在这个学院 就是如果不在的话呢 就是也是每年的我们 其实释法王如意宝寺 这个已经给大家讲的 窍诀是很殊胜的 就是每年如果就是没有离开的话呢 那么年初的时候呢 就是四十万遍 就是金刚刹土行住 年底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年初的 萨嘎语的时候呢 大家就好好的清净参与 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念阿弥陀佛的行住 三十万遍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是肯定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如果你没有清净的话呢 就是造的这个罪数 所以这个是法王的这种传承弟子 来讲的话呢 以后如果在学院 我想是僧众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僧众都还是很认真的 就是所以每个人呢 还是应该是有这种机缘 确实我总觉得是这个 如果修持善法和这些方面的话呢 应该可能学院算是最好的吧 就是出去的话再怎么样一生 三朗呢可能没有这么集体的力量 还修行的这种威力 但是出去的话呢 或者是离开这里已经毕业了 自己每年都是修这么一个行住的办法 应该就是对了 但是真正然后行事的有多少 我也不太清楚的 按理来讲的话呢 一个人到一个上师那里去求学的话呢 应该这些窍诀呢 永远都是自己啊 就是能跟随自己 这算是一个真正的很常不便的一种信心 否则的话呢 你今天就是一直这个 这里修一个衣柜 明天到哪里就是那里念一点 然后到头来的话呢 就是什么自己都是没有所有 这是像孤儿一样的 就是很可怜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弟子的话呢 就是你住在一个地方是很难的 就是每个人的因缘都不同的 这个身体状况也不同 家庭状况也不同 生活方式也不同 业和烦恼的这种力量也是不同的 但是你在某一个地方 一直具得的上师 所得到的法呢 就是永远自己就是 饶益众生的信心和稳住的 稳固的人的话呢 应该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今天也讲了这个 因为法王在文字上 文字上的话 这就是无常的阿瑟利 没有嗔恨性的 随时都是问他的话 都可以给你直接讲窍诀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想我们都肯定有一点转变吧 所以大家也是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的话 在天降日的时候 天降日的时候 大家也是跟圣众好好的发愿 至少是完成阿弥陀佛星座 我们的阿弥陀佛星座的话 大概是应该是1月份左右 就是在那个时候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不管是上面 我们这个极乐会的话 前一段时间也是这个 叫了这个申请 但是之前叫了申请的话 他们的现在申请书都不结束 就是你递上去的话 那就是递下来就是 就不要说开发会 申请书都是不会拉上去 就是可能真正的 这个批准是没有的 就是开 就是应该是没办法的 但是自己念不念是自己的事情 就是这个 当然我对这些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 很多的这个 管理方面的意思 就是但意思就是也是 大家就是每年都是我们 作为一些修行人 尤其是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就是对这些所谓的这个发会也好 所谓的节日也好 所谓的不信也好 就是特别的重视 因为大菩萨的这种这种 这种语言的威力的话 就是跟我们一般的这个 凡夫人说的是完全是不同 所以很多人都是这种心理 就是特别有触动性的 就是然后我们的话呢 就是也指望这样 就是自己能做到多少就算多少 就除此之外 就其他也没办法 但是这里面呢 就是讲到这个 就是往生方面的一些窍诀和教言 就是这个是法王的这个经验 与大家好好的记录 不凡是今天是84节 应该是有85 这些法王如意宝 从江森到就是第一 第四次开 在什么 法王元祭以后的第四节 应该法会之间的这个事件 是有85年 就是所以当时是他们 以这个数字来讲的 好像我在前言当中也是提过 但他们的赞文当中没有提 就是数字是这样的 当时就是为什么这样写14章的话 那就是14周年 然后85个节的话 那就是从法王元祭到当年开始 今年法会之间的这个年数 那这里呢 就是疏忽疏忽疏忽疏 就是疏忽疏忽疏 就不管什么样 就是在获得人生的话 至少也是这个小学当中 又疏忽疏忽疏忽疏 如果疏忽疏都没有的话 你也人生的得不到 就是这个以前我们讲 那个前行被忘罗 你们应该断除这个罪 也疏忽一份清净的戒律 如果想所谓的兽疏是什麼样呢 戒律有就是很多种 分别是比丘 比丘戒 有些经典当中也是可以以南宗戒为主的话, 米宗戒见戒而至讨的, 经和论当中有些是知戒而至讨的, 有些是见戒而至讨的, 这不叫缺露。 所以这个戒律有很多种的出家的戒律, 在家的戒律, 包括归一戒, 反而在这里归一戒。 现在我们很多的学院里面是出家人, 以这个出家戒为主的, 但是在时间上的话, 出家的人是非常少的。 好多都是皈依戒, 我们这边的道友们的话, 有时候出去的时候, 有人皈依的话, 给他们也穿个皈依戒, 这个也应该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收持一份以上的戒律, 当然这个皈依的基础上要收的话好, 不然的话, 你不皈依就光收一个戒的话, 那可能跟外道的戒没有什么差别了。 如果能端出这个杀神这一份罪业呢, 今次过报也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你一辈子不杀神, 或者是晚上不杀神, 或者说是白天不杀神, 就是这样的一个戒律的话呢, 功德非常的。 这个部分的前面也是讲过吧, 就是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要这个杀神。 法王子在这里主要是, 就让大家就是如果能能做到的话, 那就是不杀神的戒。 不杀神有两种, 一个是人和众生都不杀神, 还有一个是不杀人, 就是这两个。 那么, 当即使的许多不同于往昔的这个罪业, 就是佛法呢, 就来因明末及。 编军呢, 就是狠心中途。 然后那个恶魔冤魂呢, 就冤魂的损害呢, 就是特别猖狂。 就确实这样, 现在造恶业的话呢, 尤其是现在这个科技化的这种今天的话呢, 就是造业是非常容易的。 杀多少个众生的话呢, 你杀个毒药, 就是或者说是, 现在不是藏地也是, 就是他们经常那个杀这个老鼠啊。 就是就每个老鼠动都是, 就是放一些毒药, 就是全部都就是就死了。 然后再就是就杀一些龙药, 也是很可怜的, 就是一杀龙药的话呢, 所有的虫类都全部就是死掉。 然后你在那个大海里面的话呢, 就是也是有各种机器来捞鱼啊。 以前都是一个船一个浴缚, 就是拿一个浴缩来就是钩嘛。 可是现在是完全不同的, 你就是大型的那些车, 就是然后在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海, 而且抓一些废青的时候呢, 也是在这个山沟里面杀网。 就一下子就是成千上万个尿类的全部都困在这个王鼓当中。 就特别可怕的, 就是造恶业方面的这种这个手段就是也特别的。 而且呢, 就是这种魔菌, 边菌呢, 就是横行到这个中途。 然后就是一些冤魔的话呢, 就是也是特别猖狂。 这个时候人们都在造各种各样的业, 其中呢, 就是撒身真的是超乎相像。 诸位善男子, 我这一生呢, 就我们的这一生的话, 相当于是一百个小时只吃一顿饭一样的。 就是这一百个小时只吃一顿的话呢, 那就是好几天嘛。 就是二十四小时的话呢, 那好几天, 接近一个星期当中能吃一顿的话, 大家很珍惜的。 我们好不容易得一个人生的话呢, 不要造的业太多了。 所以呢, 这辈子应该要精神信使, 不要杀神。 人生如此断争, 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停留很长时间。 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 一天就是失去的时候呢, 什么都带不走, 就只有业里带得走。 这个就像《教王经》里面讲的一样的。 就是, 过往去如死, 往死, 树拥其有不随身。 是否无论之何处, 也如生严, 尽随何。 就像是否在, 尽随何年随份之何。 人生过了。 这又是不会、 没有人的不随身。 就是说的。 是否也无论之何处。 内奉月有何不随身。 全家庭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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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家庭说的是, 全家庭说的是。 这些都要记住,应该能背吧,这些教证还是要能发往背诵的, 不犯里面的教证都是常用的教证,都要背,每个人的。 这个很简单的,背大论,但是其一个教证这些都是应该背,背完美的自己有这种感觉,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像过往的话,尼凯四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但是唯一的带走就是这个义。 他造的恶业和造的三业就是静静地跟随着。 其实专门往,或者说几千个部落,或者说七万个部落的树林的话, 那在死的那一天,一个随从也没办法,就是没有这个权力带走, 哪怕是一个阵,一条线,就一根线都带不走的,都拿不走的,必须是什么呢? 就是刺身落地,就是刺手空圈,就穿越阎落的这种世界,就长长的这个现眼, 就去往什么呢?就是阎落法王争前,当后呢,就是善恶的共争叛举。 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也应该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会有这样的,就是这个, 如果我们自己不做一点善事,就是一直造业的话,那那真的是很可怕的,就是直接的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就是几十亿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导,最后死的时候呢,都带不走。 从历史上的这个很多的暴军,历史上的很多的帝王将相的话呢, 当他离开的时候,连一根证就没办法,但一个人,一个路夫都没办法,只有这个随着自己的意愿而离开。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应该就是,不管自己是什么身份的人呢,精神因果是很重要的。 到那时候呢,大多数的人很趋入这个恶趣,应该这个扪心自问,你们做过什么善法可以见读, 要做过什么罪业呢,就是会让你这个堕入的恶趣当中。 应该细细想来,造这个下堕恶趣的业人呢,就是恐怕是非常多的。 就像斯巴仁里面讲的,我们凡夫人大多数都是这个造恶业,就是多持不善品嘛,就是所谓的造恶业。 然后让你堕入的呢,就是地狱当中的主要的这个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被这个嗔恨的意乐的驱使下, 就是然后行为上呢,就是杀害过其他众生的生命。 就是这就是我们,可能我们很多人,我前面也讲过,我们以前没有出家的时候,没有学佛的时候, 就是确实,就是光是这个色剑上的这个造恶业的话呢,是就是无数无变的。 所以现在没有很好的这个忏悔的话呢,就是什么时候能偿还就是这些命战。 大家也应该可以这个想象,我们不是无视以来,尤其是我们很多人的话呢,可能是, 就是长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环境下,就是然后呢,就是可能是,确实是,只不过信号就是,就遇到了这个佛法。 遇到佛法的话,虽然我们没有就是很高的一些修行境界的话,即生当中就是不故意杀害众生。 就是这个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这个珍贵的一种这个行为吧。 就是希望在这个临死之前的话呢,尽量的就是不要这个,至少是我不害众生的,我是不杀众生的。 就这么一个戒调的话呢,法王的意思是应该是,至少是每个人都要输一条戒。 就这个戒的话呢,在这个皈依三宝的基础上呢,就是不害这个众生,不杀众生。 因为这个终生的密是那么可贵。你们完全可以不杀生孩或者,就是依靠布施啊,吃鸡啊,只能增长这个树荣。 而不会呢,就是宁宁的树荣,就是灭尽的。所以呢,就是你们不必担心就是这个吃喝。 藏地的话呢,经常以前是有的,就是啊,因为不杀这个牛的话呢,可能是没办法,就是家里的这个生活贫穷啊,孩子多啊,就是我们可能包括我们的父母都是造了很多的业,就是生活不了。 不下去了。但现在就是应该如果不杀生的话呢,出家人肯定不用,但在家人的话呢,就是还是有办法的意思。 总而言之呢,就是前往不要杀生,尤其是不要杀害,而要救护这个无辜的这些这个野兽啊。 发往一段时间是特别强调,就是因为当时,文革期间的话呢,就是就整个这个外面的这个野兽啊,包括这个什么,呃, 汉塔、薛珠啊、地树啊,就是全部都是看到都会杀,而且每个人都有枪,就是那一段时间是特别可怕的。 就是让现在稍微好一点,藏地的话呢,也好一点。以前就是有各种这个枪啊,就是这些枪的话呢,反正看到一个尿泪的话就要打,就看到一个什么就是都要打。 就是当时一段时间,藏地是很疯狂的,法王如意宝就是要求大家不要这个杀这些架树啊,就是还要这个叶树啊,就你们也记得,就是可能两千年的时候, 法王专门就是劝大家不要杀生,就是有一个倡议树嘛,就是在极乐发辈的时候,这个应该法王的这个现在著作当中也是有, 但现在也是就比较比较严重,尤其是可能藏地好多的这个现在母去的话呢,基本上牦牛都杀完了,就是现在是没有, 没有牦牛了,只有到这个现场的诸位,就是然后打工啊,就是原来是牧区,就是如果好好养着的话,自己也可以好好的这个生活, 但是他们就是有些年轻人的话呢,那牦牛就是就卖到那个什么成都啊,就是什么亚定啊,什么那些地方,甚至有些国外, 这样牛也没有,羊也没有,骂也没有,然后就最后变成农民的话呢,农民也不少,农民是有天地的,就是然后农民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家秀,就是最后的话, 到了一些现场主委呢,就是一个空房子里,天天都是打工,打工的话呢,也是很难的,就是卖所有也买不起, 买来战也买不起,脏罢的话呢,也要钱,所以有时候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杀业的这种过报的话呢,就是也是在现实现报吧,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人的, 把牦牛全部卖掉了,以后的这种生活的这个悲惨状况啊,就是也是很可怜的,本来是自己在草原上,就是有成群的牛羊的话呢,就是那还是就可以了,就是什么这个山坡上, 那边门那样是,那是菩萨保佑的,对吧,但现在菩萨也不保佑了,所以, 所以,麻利麻利把美红,还要误会地说,如果你们要这个成,如果你们已经成了,就是不杀这个不杀生嘛, 那就,以后绝对呢,就是不要再杀生,就是当时王王应该在,还是没有进了范围,可能不是,在其他的社会这样的吧,好,就今天。 好,今天,嗯,讲我们不凡的最后一档课,嗯,嗯,这个法王说的应该第85期啊,就是这个为什么85期呢, 那天讲了这个标识,然后最后,嗯,讲的那个,嗯,昨天讲的是,其实法王就是这个,他们编辑也是,应该编的还是可以的,到最后的话呢, 罗教典是什么呢,就是前面《亡生极乐世界》,《亡生极乐世界》的话呢,它的这个基本的根是什么呢, 嗯,就是至少是这个,就是戒,戒杀啊,就是,就,至少我们要输一条戒,就,其实这个是,我们当时也是让他们变得是个,以在家人为主,因为出家人的话呢, 其实这个,还比较容易,就是,输解也好,修行也好,所以这个,不犯的话呢,就是,其实很多在家人如果听的话呢,也是很好的,啊,以后呢,就是,你们有机会的话呢, 也给那些在家人讲的话,就是,这个比较可能容易接受,里面的好多道理都是,对他们来讲,也是应该能做到的,啊,所以到最后的这个, 这个罗教典是什么呢,就是,《亡生极乐世界》至少也是要得一个人生,就是,不要杀生,就是,这个是一条,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这个,人格献善,啊,就是,就像,啊, 这个,这个胜利道格里面,就是,最后也是这样讲的嘛,就是,法王最后的窍诀的话呢,要做一个好人,啊,就是,做一个好人,心要善良,当然,说起来都是,很简单,但做起来呢,就是,不简单,尤其是,心善不善良的话,我觉得是,人就是,应该是,他的这个内戒,就是,这个,狂戒以赖的这种,习气就是,非常有关系的,啊,就,如果,狂戒以赖的,心很善良的人的话呢,一般的,一个小小的事情都是,不容易的, 动摇,如果心恶,恶的话呢,就是,很难改变的,就是,遇到一点点的事情的时候呢,就,爆发出来了,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盖的话呢,就是,可能,确实,习气难根,就,很难的,但是,遇到这些法以后呢,有些人是,也能盖过来,啊,以前是,心很恶的,就像我们讲的,邓公家,就是,呃,中东吧,就是,他们都是,心,以前是,不是很好的,但后来,一直,这个,三知识以后呢,就是,确实是,改变,就是, 就是,非常大,就是,我们以前的,有些修行人的话,自己认为是,自己修行,非常有进步,以前,在家的时候,我是什么什么者,不管是杀人,徒道,就是,什么都,就是,一般都,就是,根本不会,就是,放在眼里的,但我现在修行,他们自己都自己,天天赞叹,就是,就是,就,就,也有这样的,就,所以,有时候,可能,人有,有些是,再怎么样也是,改不了的, 有些人是,不用改的,自己,居身的这种心底,很善良的,有些人是,通过窍诀和上识,呢,就是,能改变,就是,就,反正有几种人吧,那,这里呢,就是,无论是,是,还是,这个,灵,事上,还是,下,我们人当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有些是,上等人,有些是,下等人, 每个人都要尽力的,拥有一颗纯洁,就是,一颗纯正,这个,善良的心,就,这个是,很重要的,绝不会有,心不善,而,好人的这种现象,就是,心不善良,特别好,但是,人很好,不过,现在,社会的这种,东西方的,文化的,价值观也不同的,有些,我们认为是,这个善良的,他们都认为是,不善良的人,这个人是,很坏的,有些是,他们认为,这是,很好, 但是,呢,我们认为是,不善良的,就是,这个,可能有的,所谓的,心善良,呢,可以,完全可以,包括在,这个,信心和,这个,悲心当中,对上者,就是,三宝,上师,有信心,然后,对下者,这个,可怜的众生,呢,有,悲心,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啊,诗人也常说,某某人是,一个,呃,一个,心底,善良的,好人,对大大小小的众生,呢,就是,都很刺人,啊,就是,世间人也是,经常,讲,这个人真的, 很好的,就是,啊,这个,对什么样的人,从来都是没有发过脾气的,啊,这个人是,就是,啊,就不信,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跟随得很好,到了后迈的时候,全部都变成敌人了,啊,这个人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凡是每个人的话,呢,我那天不是讲的吗,就是,平民是最好的,这个精子,就是,都旁边都是,观察每个人,啊,这个人是好的,这个人,这个,其实很多人,自己很坏的人, 他也是爱评价,那个人是好的,那个人不好的,就是,别人都说是,你是坏人,啊,他自己呢,就是,也就,开始在那当裁判,就是,啊,就是,啊,就是,也有这样的,啊,就是,别人说是,这个人很坏,就是,就,这么,这么,但自己呢,就是,哇,那些人是很好,那些人是很坏,就是,他自己去评价。 啊,行为善良,就是,不害这个众生,比如,啊,不徒道,啊,不杀生,啊,就是,那么,禁体罪业,努力地做到心地善良,这也其中没有不包括的善法了,啊,就,所有的善法呢,就是,可以,实际上是,就是,啊,这个,但这个是法王最会讲的这个窍诀,啊,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要看,就是,在这里有些是已经穿了这个,这种,出家的衣服,就是,衣服已经, 换了,但是,性能不能换得到,啊,性如果不换的话,衣服再怎么样换的话,呢,也,也没有什么用的,头发再怎么样剃了,也没有用,不要说,头发,脱皮地剃了的话,也没什么用的,就是,内心的这个,这个,呈恨性,也好,内心的嫉妒性,这种恶性,一直不改变,有些是,除了家以后,还是,就是,怎么讲,就,一家,社会上,评价还是可以的,除了家以后,脾气不好,啊,就是,这种现象也有,就是,这个,什么都有,所以,我们, 所以,有什么佛教徒里面呢,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就是,这个,不要看起来,看起来,哇,就是,家伯生却很庄严的,这个身团,然后,一个一个采访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烦恼,就是,呃,也很重的,那个痛苦也是很多的,那个人的,这种人际关系也不好,就是, 就是,凡是这个,呃,这个,呃,这个羊毛的话,呢,就是,看起来都是都是白白的,很好的,但是,你又,如果去寻找的话,呢,每一个毛根,就是,毛的那个根,呢,就是,也有些是结龙的,有些是有狮子啊,有,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人看起来,就是,整体是,还是,是,能人生起信心,就是,这个,呃, 很重严,但是,有时候,呃,确实,这个人,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就,比如说,这个是,这个是,真的人善良的话,呢,不偷盗啊,不杀身啊,就是,对,对人的这种,我觉得是,人际关系很好,其实,人际关系不好的话,呢,有时候,是,自己想发个心,也是不行的,就,这个是,我们现在多年以来都是,一直很有这种经验的,就是,如果,人际关系不好,心体很脆弱的话,什么事情都是干不了,就是,你再有这种, 技术,再有,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大学的,就是,哈佛大学,马胜利工大学,英国建桥大学的文凭的话,呢,那,就是,如果人,呃,就,到一定的时候,心很脆弱,然后,人际关系不好,然后,有人很,很难度,就是,这种人,的话,呢,就是,就,存不难行,就是,如果,呃,这个,虽然水平不是很高的,人踏踏实实的,就是,那位都很可靠的, 男的女的都,基本上,啊,都,不管怎么样,的话,呢,就是,那种,心不会很敏感,也不会很计较的,就,也不会那么痛苦的,但做事很踏实的,就,这样的人,呢,就是,应该,慢慢慢慢,就是,不管修行也好,做实践法,呢,还是有着牵头的,就是,所以,这方面,呢,自己观察自己吧,就是,我们别人来评价,你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自己观察自己, 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嗯,人是很复杂的,就是,看起来都是,哇,就是,很好的,但是,比如说,三四个人,五六个人,就是,一起做事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性格,啊,脾气,啊,细心,啊,智慧,啊,好多不好的,全部都,就是,爆发出来了,就是,然后,比如说,跟你一起,就是,半个月的话,呢,哦,知道是,一辈子都,哦,原来是,这个人是这个样子的,就是, 就是,就,就,外表看不出来,就是,人的这种,内在的这种习气,呢,就是,在身体和语言上面引发的时候,呢,都能看得出来,就是,所以说,有时候,呢,交往一些人也是很重要的,我建议有些修行人,自己这个闭关比较好的人,呢,就是,就,下来,就是,就,就,可能,跟大家一起来发发心,啊,就,如果实在没有的话,洗个碗,啊,烧地,啊,然后,这个时候,接触很多人,就是,有些人侮辱你,有些人诽谤你,有些人赞叹你,就是,这个时候, 看看你的修行境界是什么呀,如果觉得不错,就是,一年发心以后,啊,我现在还是不错了,一年当中没有生缠狠心,没有生傲慢心,我还继续缠修的话,呢,那还是可以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缠修的时候,好像真的已经自己到了四缠的境界,但是最后如意识毁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样的痛苦都发生的话,呢,修行可能还要继续的,下面法王说的是,三个,这个三条,啊,就,主要是不杀身和,这个,要往生, 极乐世界,还有,善良的,什么,先善的人格,就,这三个,哪怕念一句观音,这个信主,啊,也要,就是,回向,就是,愿自他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啊,就是,把阿弥陀佛作为,呢,就,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本尊,祈祷,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啊,就,这个时候,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就,过一段时间,念诵的时候,呢,就是, 尽量的,这个,尽量的,这个,自己有时间,的话,呢,还是发愿,啊,不然的话,什么时候,也是,不知道,就是,我也在自己,呢,就是,还是,每年的,就是,这种,这个,呃,周夜,也好,就,这些的,尽量的,再完成,就是,就,就,所以,每个人,还是,应该,就是,努力,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 中的来说,是,不管是什么,清净的戒律,都要,这个,这个,疏忽,假设,疏忽不了,很多,也要尽可能的,疏忽不杀神的,这一条戒律,啊,就是,这,前面也讲了,就是,这个,不杀神,就是,大的方面,不杀人,如果,实在,做不到,啊,就,实在,呃,能做到,的话,呢,就是,不杀任何众生,包括,我们吃饭的时候,不电杀,就是,这些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个,呢,时时刻刻,要努力地做到, 心地善良,啊,就,我们所谓的人格善善,除了,啊,就,这三条,啊,我就不多说了,就是,这,法王最后的教诀是这样,因为,啊,这个,你们很容易理解,就,请大家,啊,记载心中,然后,最后,就是,说是,愿,呃,万事顺,呃,水顺,心地是成,呃,三妙光芒,遍布善界,吉祥如意,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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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就,今天,就,算是,把这一笔片,